要说的重点了 我 OK 您说 他 接着用玛雅举例吧 你一定听说过玛雅文明 我点头 他 南美的玛雅文明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 被西班牙殖民者毁于一旦 不仅如此 西班牙的那些教士们 还认为 玛雅文那种奇怪的图画 是野蛮的魔鬼的语言 把几乎所有玛雅文 树皮书都烧掉了 一 这还不算完 为了达到统治目的 玛雅人的文字抄写者们 都被迫学习西班牙文 凡是使用玛雅文字的人 都会被虐杀或者烧死 你能明白 没有了自己的文字 意味着什么吗 这意味着 曾经的玛雅文化 文明将被遗忘 将从那个时代起被抹掉 我 您是说 玛雅文化的失传 不是自然消亡的 是被人为抹杀的 它 对 是被16世纪 以传播福音为名的那些 西班牙殖民者人为抹杀的 我 这部分还真不知道 我一直以为玛雅文明 是史前文明呢 而且我原来看过的一些资料 都说玛雅文化本身 已经很衰败了 当时的西班牙南美殖民战争 只是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 不是那样吗 它 玛雅文明是从某个史前文明 传承来的 这个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很多资料 但并不是自然毁灭的 想想看 那些资料是谁记载的 你看到的是欧洲文献和资料吧 那种占领了别的国家 在声称对方是太腐朽 不禁打财灭亡的强盗逻辑 你认为可信度有多少 我 嗯 有道理 他 那些问题我们不谈 接着说吧 认识玛雅文的人 也就是那时候起 基本没有了 玛雅人的后裔们 失去了自己的历史 文化的渊源 被拦腰斩断 一直到十八世纪 葬在南美雨林中的那些玛雅建筑 被重新发现 而篆刻在那些建筑上的玛雅文 玛雅雕刻 壁画 才重见天日 我 我知道您后面想说的了 但是过去了二百年 已经没人能懂了 他 没错 就是这样的 不过 毕竟还是能解开的 我 不好意思啊 这部分您得解释下 我始终不明白 怎么就能读懂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 完全没有头须码 他 没有头绪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还是有头绪的 我忍不住检查了一下 录音笔是否在工作 因为我对这段历史无比的好奇 他 玛雅文 是象形文字 这个不否认吧 我 对 他 我曾经自己研究过符号学 知道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就说文字吧 一种文明的文字 其基础符号 如果不到四十个 那么这种文字后面的语言 一定是拼音语言 代表性的是拉丁语系 如果一个文明的文字 具有一百个左右的基础符号 那么这种文字就是音节语言 代表性的是梵文 如果一个文明的文字 基本符号高达几千甚至上万个 那一定是表意文字体系的 就是象形文基础的 代表性的是汉字 虽然玛雅文目前已知的基础符号 不到一千个 二 既不是字母的 也不完全是表意的 不过看也能看出来 具有表意文字特征 也就是象形文特征 那么象形文最具代表性的字是哪些 他把我说的云山雾罩 这让我反应了好一阵 啊 那个 他 估计你没想起来 象形文最具代表性的是中文书字啊 一横代表一 两横代表二 是不是 我缓过神来了 哦 对 他 知道这个就好办了 玛雅文入手 也从书字好了 观察那些悲客名文后 找到线索了 一个点代表一 两个点代表二 以此类推 但是没找到五个点 那就一定是有一个新的符号代表着数字五 最简单的 又有代表性的 就是横向排列的五个点融合了 成为了一个横杠 玛雅文中 一个横杠就代表着五 我 一个横杠加上一个点 代表数字六 他 没错 就是这样 我 有意思 真有意思 他 其实这就是符号学的部分内容 并不枯燥 可能是最后那个学字 让很多人望而生畏吧 我们接着说 知道了数字 接下来就可以研究数字前面 或者后面的那个文字了 大多数情况下 那通常会代表日期 当然不否认雕刻上 有表述其他内容的数字的可能 但是你别忘了 在纪念性质的建筑上 总不能通篇记载 这是一百只猴子 那是一百个人吧 总得有日期对吧 拆分解读了那个象形文的日期 也就是有了开始 慢慢来 总会解读更多的基础符号的 于是我 您太神奇了 是您破解的玛雅文 他大笑 当然不是我破解的 早就有人破解了很多 我只是告诉你 玛雅文是怎么破解的 并且自己分析给你而已 我原来是这样 不过话说回来 您的分析很厉害 他这些内容 在我原来发出去的期刊里 早就写过了 我那些册子我并没看全 只看了一部分 他无所谓的 先把这些放在一边不说 玛雅文明还有完全不同于我们的 我好 您继续 他从文字上 基本可以推断 这个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化 我啊 您指文字内容 他不文字结构 我文字结构 什么意思 他听英文和英阶文的文化 大多注重的是自然或者人文 所以他们的文字组成特性很简单 是线性的 比方说 U这个词 从左到右排列 排列上没有上下之说 也就是意味的 是不是 我是这样 我是这样 他 而使用表意文字 就是像行文特征的语系 文化核心则侧重自然 以及历史传承 这个刚才我说过了 代表性的是中文 在文字结构上 不再是线性的了 而是二维的 例如我的姓 锅 有上下 有左右 我仔细想了下 没错 二维结构文字 他 玛雅文呢 更复杂啊 玛雅文是三维结构的 不但有上下左右 还有远近 也就是说 在基础文字符号上 有重叠的特性 而读法上的顺序是 先上后下 先左后右 先进后远 虽然玛雅文是象形文字 但是每个我们看起来 是一张小图的方块 其实是一个短句 我 诶 真有意思 那么玛雅文化的特性 是以什么为核心的 他 艺术 玛雅文化的核心是艺术 他们的文字 已经和图画融合了 甚至有些文字 直接放大 作为配图使用 我的确是 真的太有意思了 不过 玛雅人学写字的时候 一定很累 他 不会的 你小时候学汉字 就是顺其自然学下来了 但是白人会觉得 汉字很恐怖 太难 身处于那种文化中 就不会觉得 有什么特别的难度 玛雅文也一样 没想象的那么难 我也就是从明白那些开始 彻底对此着迷了 因为我很清楚 了解那些文字 才仅仅是个开始 后来一边收集资料 一边分析对比 我发现了好多问题 那是一个真正遗失的文明 还有很多未知 没有答案 同时还有很多很多的疑点 充满了矛盾的疑点 我也就是那时候明白了 我知道的才是一扇门而已 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努力 找回那个遗失的文明 我觉得很有意思 一个非专业人士 只是因为兴趣 就去研究这些 还属于比较冷门的内容 并且知道这么多 最后有了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认识 这非常了不起 研究这些 很少有人愿意做 但是却让无数人 感到神秘莫测 充满向往 为什么呢 我不想用浮夸世风来辩解 我只想说 太多人在乎功力 而不愿意静下心 来做一些无设利益 而真正有意义的事了 然而 精神病人能 这不能不说是讽刺 心好心好心好 一 现今玛雅文书皮书室上 仅存四本 其中 两本保存在欧洲 而德国德雷斯顿皇家图书馆的手稿 是目前最完整 并且最为清晰的版本 二 目前已知的玛雅文基础符号 约八百多个 由英国人 J.埃瑞 汤普森整理分类 同时 他在深入研究后 也成为了玛雅文化的忠实崇拜者 还原一个世界 中片 暗示 看着眼前这位毫不起眼的中年男人 我突然觉得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 我指的不是挤出时间钻研学习点什么 而是连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没能深入了解 也不去琢磨 平时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 我惭愧了好一阵 我 您为什么不把知道的那些 用建立网站一类的形式传播呢 通过注册会员什么的也能赚钱啊 采取印刷这种方式 成本高 赚的钱还有限 我觉得就算您不在乎钱 也应该为了更广的传播而这么做 而且吧 赚的钱多了 至少可以去南美看看自己研究的那些遗迹啊 直接接出一手原始资料 不是更好吗 他歪着头想了想 有道理 我还没想过那些 这就是所谓商业运作了吧 这个我应该算外行 不过我如果开始就想着这些 可能会分心了 不见得能深入研究下去 另外 我更喜欢拿着一本书刊 在手里一页一页翻看的效果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只觉得会铭刻地更深 我 也许吧 对了 您刚才还提到了疑点和未知 他 是 玛雅文化的未知太多 并且关于玛雅文明 在很多逻辑上的矛盾 怎么看怎么觉得可以 因此 也就难怪这么多猜测 我 您可以举例吗 他 好 就说文化方面吧 我在研究玛雅文字的时候 也找了很多关于语言结构的书来看 我发现 玛雅文字 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话 是一种很单纯很幼稚的表述方式 比方说我是某某 你是谁 我很快乐 你快乐吗 听懂了吧 像是小孩子的说话方式对不对 这种表述方式 如果只是停留在口语中还好 但是文字也是这么应用 我觉得不能理解 而且别忘了 玛雅文明可是公元前就开始的 几千年后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因为一个文明的进步是有阶段性的 这种例子不用举 看看现在的世界就能知道 但是 玛雅人例外 就停留在某个阶段了 难道说 玛雅人智商低 我 无责任地假设一下 要真的就是智商低呢 他笑 真的是吗 玛雅人有精准的天文历法 而且习惯性地应用意 这个数量单位 这个数量单位 我们现在的世界应用 还算比较多了 货币 金融 天文 但是一个停留在石器时代的文明 用那个干嘛 据我所知 他们纯粹用于天文 而且经常用于天文距离 以及历法 你想象一下 一个有复杂语言文字结构的文明 却用很低零化的表述方式 但居然使用庞大数量单位的天文历法 这是什么感觉 就好比你从冰箱拿出一瓶冰饮料 然后回到沙发上用钻木取火的方发点了一根香烟 外面邮递员起码送来了你网购的商品 这很穿越不是吗 你能想象吗 我仔细考虑着那个词的应用 您是说 那是一种发展不平衡的文明状态 他 你理解了就好 难道不奇怪吗 而且你根本想象不到 玛雅人对于天文的重视程度 他们有专门的天文大祭司 不是一个人 是四个 使用一套复杂却很精准的计算方法 二十斤未及书法 还有专用的天文礼法 并且他们对太阳系行星的公转 自转已经推算出 使用近代科学才能证明的结论 除此之外 玛雅人还能够准确地预测 月时和日时 别信电影里那些探险者 利用日时骗玛雅人的场面 那是瞎编的 实际上 玛雅人可不会上当受骗 至少在日时月时上不会 这让我想到 不止一部电影用了那个桥段 一个文明人被捆在柱子上 将要被烧死 这时候 日时出现了 也没准是月时 但是一定是日圈时或者月圈时 看来挑个好日子 探险很重要 然后那些野蛮人 惊慌失措地跪下磕头 而被捆在柱子上的大英雄 趁机高声嚷嚷了什么 最后野蛮人们吓坏了 把文明人放下来不说 还送上无数金银珠宝 一笑敏恩仇厚 野蛮人们欢歌笑语地 把英雄送到海边 一路上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 人山人海 最后 文明人带着那些宝贝 很可能还搂着一个漂亮女人 探险途中遇到的 坐着船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我 有意思 还有别的什么吗 它 很多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疑点 例如 玛雅文明有自己发达的陆地交通网络 但是却不会使用轮子 虽然在他们的雕刻和玩具中 有轮子出现 但是实际生活中 没有轮子 全靠人康生出驼 几千年的文明 连个轮子都发明不出 为什么 宗教禁忌 那么玩具中有轮子 又怎么解释 我 哎 真的没有轮子吗 它坚定得点了点头 我 有发达的交通网络 却没有轮子 您是说 它狡猾地笑了下 我什么都没有说 还有玛雅文明冶炼技术非常原始 也没有金属冷兵器 虽然会有金属器皿和装饰物 但是没有冷兵器 另外 玛雅文明对于献祭这一行为无比热衷 虽然你可以说那是未开化的表现 但是结合刚才提到的几千年未进化 一直处于时期时代 你会发现 这是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崇尚献祭行为呢 我 我明白点了 社会结构上的简单 原始 生活上的落后 表述方式上的问题 复杂的文字构成 但是却拥有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 还有对献祭的崇拜 加上各种生活中可疑的部分 好像都是在暗示着什么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说说看 我有发达的交通网络 却没有轮子 会不会是不需要轮子呢 发达的交通网络 也许是因为低空悬浮运输工具 没有金属兵器 是不是不需要冷兵器 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武器 冷兵器就变得没有价值了 生活上的落后 热衷于献祭 注重天文 这些有可能是因为 玛雅文明只是另一个 文明监护下的附属文明 他们就负责天文和艺术 别的不用管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 宗主文明离开了 或者隐藏起来了 玛雅社会失去了攻击者 最后不得不回到半原始状态 或者曾经的宗主文明告诉他们 等待我们回来 所以玛雅人无比地重视天文 以及天文剧理单位 当然了 这些只是我瞎猜的 它也许是天马行空里一些 但是你已经不是那种毫无根据地瞎猜 多少有点实际依据 那就不能用瞎猜这个词 应该属于一种比较大胆的假设 是不是 我 好吧 假设 他 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只需要一个暗示 一个暗示就足够了 我很感激您的启发 让我开始学着自己思考 他 我是个精神病人啊 他笑着抖了抖自己的病号副袖子 我 没关系 您告诉我的都算是知识 而且逻辑上非常清晰 我有自己的判断 我接受知识本身 不限于渠道和途径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关于2012 哦 2012 他打断我 关于2012我也关注过 并且查了很多玛雅原文 那个说法是从玛雅立法推算来的 玛雅的立法一年只有260天 所以他们的立法年头会比公元制长些 不过 先不说这种转换公元制 推算到2012年的准确性 就单说玛雅人的预言吧 我没看到预言说到了那个年份 就是世界末日 正相反 玛雅文记在说是会进入新纪元 我 不是毁灭吗 他耸了下肩 反正我并没有查找到这个说法 进入新纪元 似乎有很多种方式吧 毁灭后重建算是 没有毁灭 但是进步了一大块也算是 我们自愿 抛弃了旧的 迎来了新的 也算是 玛雅人对进入新纪元这个说法 并未下定义 所谓2012世界末日的说法 我想是被一些人误解 或者被宗教利用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还真就为此惊恐不已 惶惶不安 这种事情 我觉得很幽默 你认为呢 我 嗯 很幽默 没错 一个压根就没几个人能明白的预言 被那么多人信奉 还被搞成电影和各种书籍 热卖的一塌糊涂 并且吵得沸沸扬扬 的确很幽默 但是一个精神病人 却通过深入的研究 理智的逻辑分析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简直太幽默了 还原一个世界 后篇 未知的文明 当时我曾经问过患者 为什么要针对玛雅文明进行研究 据说 不是还有很多的文明吗 他告诉我 即便有其他的文明 若没有文字 没有语言 他也是无从入手研究的 纯粹的空想 或者抓住一点 似是而非的蛛丝马迹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研究那些虽然充满疑点 但是并非不可解的事物 才是最明智的 也容易让推理和分析有据可依 这样也最有价值和说服力 他说的没错 从逻辑上 看 的确是这样 作为一个正常人 我再次感到惭愧 虽然很无奈 但这是事实 他 后来 当我自己沉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确实积累了很多资料 掌握了一些规律 所以 我才有可能更深入地去研究 甚至可以去试着 还原那个被医师的文明 我 说还原 有点远吧 他 不 很现实 就说我前面提到过的文字特性 以及文化核心内容吧 玛雅人的文字特性 是组合式的表意文字符号结构 这是建立在一个 以艺术为核心的文化基础上的 根据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 对玛雅文化的现有分析 来推测更多 我想一定是可以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 仅仅靠文字 能分析出什么来 他叹了口气 如果只沉浸在文字和符号里面 肯定是越走越偏 这也就是我当初发疯的原因 文字不是死的 是活的 是现实的符号 或者思想的符号 所以不应该彻底掉进文字本身里 否则就像我们写东西一样 如果只注意文字修饰 而忽略现实 那么文字就变得没有意义 空洞且乏味 我 这是大道理我能明白 但是实际应用怎么做 他 还是就玛雅一技来说吧 假如找到一片遗迹 经过对遗迹 仔细地挖掘和测量后 能得到一个建筑群 大致上的尺寸 是不是 例如高度啊 宽度啊 距离啊 分布效果呀 得到了这些 也就能对人口 有初步的判断 假如整理出来后 发现是一个 五万平方米的广场 那么就可以判断 围绕这个核心地带生活的居民 应该不低于八万人 这还是相当保守的数字 简单推理一下 就可以下这个定义 为什么呢 这种城市广场 按照大型巨汇 人均占地一平方米来算 如果整个城市都不到五万人 那何必修这么大 完全没有实用价值 实际上真正的机会 每个人占地到不了一平方米 所以我说 周边居住人口是八万人 已经是很保守的数字了 有了这个基础数字 可以在扩大还原的范围 这些人需要吃喝吧 需要下水道 来作为城市排污系统吧 需要娱乐吧 需要医院吧 设想一下生活周边 你会发现 这些城市系统 是需要人维护的 那么八万人口变成十万人口 不是天方夜谭吧 明白吗 这样 在回过头用我们破解的文字 重新审视我们的推测 他们注重艺术 他们有特殊的历法 诸如此类 最后 基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原貌了 我厉害 他 这些还不够 这还仅仅是还原一个场景罢了 我们需要更多 这要靠合理的分析和推断了 比方说 玛雅人热衷于献祭 在他们的文字和图画中提及多次 实际上 玛雅人用囚犯献祭 现在看来 我们会觉得很残忍 不过 玛雅人更多的献祭 其实是贵族行为 一般老百姓还不让你献 因为玛雅文化中 有些性质的献祭 太重要了 杀个囚犯 献祭给新国王 加冕还好 要是献祭给他们的神明 必须有高贵的血统 这些不是我信口胡来的 有依据 比如说 玛雅文化中 很多悲客名本 都记载了 贵族割开自己的舌头 或者刺穿自己的手臂 然后穿上绳子 把血流引到专用的献祭盘子里 再用纸沾那些血 并且烧掉 那种行为 大多是为了向祖先或者神明 祈求某种暗示 这个就是纯贵族的 一般老百姓和奴隶 根本没资格 根据这点推断 很可能对于神明的献祭 是贵族之中出人选 更有可能是自愿的 因为那被看作一种荣誉 所以说 我们看来残忍的行为 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下 并不是什么恐怖的事情 例如 北欧文化中 对于死去的男人 还会有自愿陪葬的女人 还不见得是陪偶 对那些女人来说 陪葬既不可怕 也不痛苦 是荣耀 我的脑子已经发懵了 不是因为她说的内容 而是她的分析和超强的逻辑性 一切都清晰干净 头头是道 不但有依据 有按部就班的推理 甚至还有确凿的例子 比专家还专家 这么说吧 我听傻了 那些无数人向往的神秘文明 还有貌似难以琢磨的未知场景 就一点一点被这么勾画出来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 在我看来 这些推理和逻辑 不但扎实 而且几乎完美 我 嗯 那个 我记得说 玛雅雕刻里有很多未解之谜 那些您研究过吗 她 嗯 还专门研究过 我忍不住眼前一亮 那是真的吗 她 我手边也没图 玛雅火箭那张你知道吗 我 玛雅火箭 就是那个仰卧在火箭里面的 我看到过 还是在一本杂志上 它 就是那张 我发行的杂志 有一期是专门写了那幅雕刻的分析 后来几个读者还跟我说起过 我们一直认为 那不是火箭 也不代表什么飞船一类的 她把我的好奇心勾起来了 那究竟是什么 她 想了解那到底是什么 就不能断章取义地看 就得先知道 为什么那么雕刻 而雕刻的又是谁 我 这个都能查出来吗 她微笑 能 那幅雕刻 是在一个石棺盖子上的 有了这个 就很好推测了 不会一个石棺里面装的是 A的尸体 但是在石棺盖子上雕刻B的形象吧 我 那也可能雕刻的是某位神明啊 她 很好 你已经开始质疑了 不过 石棺周围还有文字的 文字上说 石棺内的人死后 灵魂在墓室中脱离 升天了 而石棺盖子上雕刻的就是升天 在我们看来是火箭底座的那部分 其实就是石棺和墓室 而周围飞腾的花边 细看就知道 只是装饰性的东西罢了 例如流苏或者布曼 那表示隆重 再说这个人的身份吧 墓室的说明文字写得很清楚 这个传说中的玛雅火箭操纵者是护盾王 不是绰号 而是名字 想必这个王曾经有一面很大的护盾吧 逼着按 这位护盾王名字的发音是 巴加尔 原来这是护盾王的墓室 石棺里面是他的尸体 石棺盖子上雕刻的 是他的灵魂准备从墓室中升天了 而上面那些被我们称为操纵杆的东西 有他的武器 还有他的玛雅文名文 家族徽迹 而被很多人认为是火箭前端的那部分 细看并非是什么仙剑玩意儿 那是一根柱子 在柱子上悬挂着一些祭祀标志 柱子的最顶端有树叶和羽毛装饰 浮雕很精美 甚至能看到错落的部分 绝非什么火箭的护面图 最好笑的是 被很多人看成是望远镜的那个小凸起 其实是护盾王的鄙视 这点从出土的护盾王一海上 就能确凿地得到证实 具体还有很多 如果你能找到那七 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不是什么奇怪的火箭 只是一个祝愿升天的祈福罢了 能跟您接触 真是太长知识了 还外带破除谣言 我是由衷地赞叹 他摇了摇头 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认真研究分析的话 也能得到真实的答案 我也许吧 不过按照您的说法 玛雅文明那些未知的问题 都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它很坚定 不还是有 虽然那幅浮雕本身没什么 但不代表真的就没什么 很多东西依旧是不能解释 我必须实事求是的告诉你 有很多超长的现象 前面提到的不用轮子 没有铁制兵器 都属于没办法解释的 并且还有大量的雕刻品 图案也都直指飞行器 不是似是而非的那种 是确确实实的飞行器 有一表盘 有喷射口 有操纵感 但是没有轮子 而且绝对不像浮雕那样含蓄 也没有过多的装饰和啰嗦东西 干净利落的一眼 就能断定飞行器 那些资料我看过不少 有解释为独木舟的 我觉得对于这一点 还是必须要尊重事实 独木周围不有喷射口 还是很像现代涡轮增压的那种喷射口 面对这些 至少我个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 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我太神奇了 他 对于内心你认为神奇的部分 我最初并没有去研究很多 不是我不感兴趣 我也很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先扎扎实实的 态度认真的去还原那个曾经的文明 还原那个未知的世界 至少先得把已知的 能确定的这部分作足 因为那些火箭或者飞行器 搞动力推进的人都没明白 我们能弄明白 除了惊讶赞叹 还怎么办 能做什么 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先不管那些吧 先把我们能理解的部分 尽可能细化展示出来 再考虑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和神奇的 反正那些已经神奇了 我非常有道理 您是我目前认识的所有人当中 逻辑分析和推理判断能力最强的一位了 他在笑 我 不过 您这些年一个人埋头做这些 也很累吧 他 我并不是一个人埋头在搞这些 我的很多读者也定期聚会 分享各自的分析和意见 这样才能完善 虽然能力有限 时间有限 资料也有限 但是至少都在很认真的做 不是所有的订阅客户都在看热闹 这点才是我最高兴的 大概有那么一段时间吧 有空我就去找这位患者 在这个过程里 我也知道了很多 学会了很多 不仅仅是关于玛雅文明和其他未知文明的 还有更多让我受益肥浅的东西 如果说我今天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做点什么 那完全拜这位精神病人所赐 导师者 我按下录音开关后看着他 你为什么要偷尸体 灯光的原因使他看上去有点阴郁 我想制作出生命 我像科幻小说写的那样 他 我很少看小说 我 弗兰肯斯坦 科学怪人 你看过吧 他 没看过 知道 我 说说看 他 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用尸体拼凑出人形 一个完美的男人 疯狂科学家 企图用雷电赋予那个人生命的时候 雷电太强了 把人形弄得很丑陋恐怖 最后虽然制造出了生命 却是丑陋和恐怖的 但是他却有一颗人的心 他温顺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 我 你是看了那个受了启发吗 他 不是受那个启发 最初我也没想那些 我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不是用尸体拼凑出吗 他 科幻小说可以随便写 但是实际不能那么做的 很多技术问题不好解决 我 比如说 他 血液流通 心脏的工作 呼吸系统 神经传递 毛细血管的激活 各种腺体 营养供给 很多那些都是问题 所以 我不打算用拼凑尸体的方法来做 因为内部可行 我 哦 既然没用 你偷尸体怎么解释 他抬起头看着我 用来实验 刚见到他的时候 我简直不敢相信 看上去这么斯文的一个人 神态上甚至带着腼腆和懦弱 而就是这个看上去腼腆 懦弱的人 在被抓获前 至少偷取了20具以上的尸体 在半年的时间内 警方搜查的时候 在他家里发现了很多阶段的肢体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点 这应该是一个变态恋狮狂 不过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有些疑点 例如 那些尸体 并不是凌乱地扔在那里 而是有清晰的标号和分类 有些还被接上了 谁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机械装置 这也是驱使我坐在他面前的原因 我就像猫王的那首歌唱的一样 一直追寻的猎犬 我 什么样的实验 它 制造生命的实验 我 对 这个我知道 我想问用那些尸体怎么做 它 机械方面的实验 我发了一下资料 它是搞动力机械的 我 你是说你用机械和生物对接 它 嗯 我 为什么 像科幻电影那样 造出更强大的生物来 或者半人半机械 它 嗯 我 好吧 怎么做到 它低着头没回答 我觉得它似乎很排斥这个问题 决定换话题 我 你偷尸体有什么标准吗 它 有 我 什么样的标准 它 年轻人 死亡不足72小时的 我 你经常去医院附近吧 尸体很好偷骂 它 一般人比较忌讳那种地方 所以相对看管也不是很周密 我 就算是那样 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弄出来的吧 它 我有医生的工作服 还有我自己伪造的工牌 我 最后再运到车里 它 嗯 我发现一个疑点 但是想了一下决定等等再问 我 你家里的那些尸体 嗯 碎块 都是用来做实验的 是和机械有关吗 它 那些就是 我用来实验的 也就是通过那些实验 我发现最初的想法行不通 我觉得它又要开口说的欲望 你这方面知识 是怎么掌握的 还有实验 能说说看吗 它低着头想了好一阵 最初我有了那个想法后 准备了一下 然后自己看了一些书 还有各种材料 我决定做 不过细节的部分 超出我的想象了 血液流通 不仅仅是有压力输送就能完成的 还需要毛细血管网 把养分送到机体部分 我实验了好多次 没办法做到那些 神经系统的问题 我倒是解决了 但是还缺成功的例子 我 你听一下呀 神经系统什么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 它 神经系统 其实就是弱电信号 我把人的神经 用金属线连接起来 如果电刺激的话 肢体会有反应 但是那种反应是 条件反射性质的 因为没有肌肉的配合 只能抽搐 静卵 也就是缺乏由意识控制的电刺激 我脑子里是一幅恐怖的画面 它 所以单纯的电刺激对神经是没意义的 大脑控制下的电刺激才会有效 我 那你怎么摸你大脑呢 嗯 你不是用程序吧 它 是用程序 你说对了 我 原来是这样 其他问题呢 它 血管 尤其是毛细血管 在人死后都凝结了 形成血栓了 所以 即便用机械替代心脏输送血液 也没意义 我曾经尝试过 用水质来活血 效果不是很好 除非 用新鲜尸体 我 嗯 这部分我知道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被抓住的 那么呼吸呢 它 呼吸系统我提议完全用机械装置替代 呼吸也是供养 也需要血管 所以 最初的时候 我为了血管的问题头疼了好久 我研究解剖学 还看了好多有机化学的书 但是我觉得没希望 太复杂了 我 这么算来 没多少部位能用人体了 大多数都得是机械替代了 它 差不多 很多人体是很难再次激活的 尤其内脏 消化系统 我从一开始就放弃了 那没可能的 太复杂了 我 大脑 没办法用机械替代吧 它 那个我也没打算用机械替代 我决定问明白那个疑点 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跟你接触 我觉得你心理上没问题 也不是神志不清醒的状态 但是你要做的事情 却不是正常的 你为什么要制造生命呢 它一直镇定的情绪有些波动 脸上的表情也开始有了变化 我知道我抓住了关键问题 我猜 这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 一定有什么事情作为原动力 我 我猜你不是要制造生命吧 它紧咬着嘴唇没说话 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那些实验 你偷取尸体 你研究有机化学 还有准备的那些培养你和你所有的尝试 都是为了复活吧 能看到 它戴着手铐的手 有点颤抖 我是不是 它沉默 我耐心地等 过了足足十分钟 它才抬起头 我看到它眼圈有点红 我是为了复活它吗 它点了点头 果然 我猜得没错 在它开始偷取尸体两个月前 它的妻子因病去世了 它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它能复活 不过在确定之前 我等着那个关键问题 它没打算用电脑或者程序 来替代大脑 我 从你刚才说的 我猜你保存着你妻子的大脑 对不对 它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你说对了 我的确留着它的大脑 我知道人有脑死亡一说 但是我还抱有一线希望 也许在你们看来我很疯狂 但是我用弱定刺激试验品大脑的时候 我看到试验品的眼睛睁开了 虽然好像没有视力 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前面 但是的确睁开了 我承认那次被吓坏了 但是也看到了希望 我想也许有一天真的能复活它 我 你们怎么认识的 很久了 它轻叹了一下 十二年了 从我上大学第一次见到它 我就喜欢它 后来它也告诉我 它也第一眼就喜欢我 这么多年 我们从未离开过彼此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也知道这看上去很变态 也很疯狂 但是我忍不住想去试试 我想也许真的有希望 也说不定 我想给自己活着的勇气 我想再给它一次生命 我想它能活过来 不管什么样子 只要是它就好 看着它在那里喃喃自语 我觉得胸口像是堵着什么东西 透不过气来 我 假如 真的复活了呢 你 你们怎么办 它眼睛湿润了 不知道 我只是想它能够回来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想 那次结束后 我熬夜整理出资料 交给了负责鉴定的那位 精神科医师朋友 我希望这些 能够在量刑上 对它有些帮助 虽然我知道 很可能是徒劳的 但出于感情 我还是熬夜做了 朋友什么都没说 只是接过去 并且嘱咐我 注意休息 这一件事之后 我总想把它 或者它们写成小说 几次坐在电脑前好久 大脑依旧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该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行动 对我来说 这很难 在它临终前 它拉着它的手 我不愿离开你 它忍着眼泪 握紧它的手 我永远属于你 妻子 我非常喜欢那种 画很多的患者 因为它们中 相当一部分人 会告诉你 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不喜欢那种 语速很快的患者 因为有时候 听不明白 没时间反应 而且在整理 录音的时候 会很痛苦 但是 基本上 画很多的患者 语速都很快 这让我很郁闷 我喜欢画多 但是语速不快的患者 实际上 这种患者 基本没有 它是那种 画很多 语速很快的患者 它 我对自己 是精神病人 这一点 没什么意见 我 嗯 你的确 不应该有意见 你都裸奔 大约十几次了 它 其实问题 不在这里 问题在于 精神病人的思维 其实是极端化的 我开始对这一点 还不能完全确认 当进了精神病院 看见了很多精神病人 我发现 我想的根本上没有错 就是这样 所以这也是精神病人 要被关起来的原因 对了 你看过所谓 正义与非正义斗争的 那种电影没 我 看过 它 其实那种电影里 尤其是那种 正义与邪恶 进行殊死斗争的电影里 坏人都是一个母子出来的 我 是那样吗 它 当然是这样了 烂片子除外啊 烂片子好多坏人打小就坏 什么八人裤子脱人衣服 我 你等等 坏人小时候就干这个 他 嗯 什么 我 你刚刚说烂片子里的坏人 从小就扒人家裤子 脱人家衣服 这是坏人 我怎么觉得像色情片演员 他狐疑地看着我 我是那么说的 我坚定地点头 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看来我有点犯病了 医生说我对脱衣服行为 有比较强烈的倾向 可能我刚才下意识地说 那里去了 我 他 我刚才说哪了 我 坏人 烂片里的坏人 他 哦对 烂片子里的坏人 都是打小就坏 还没青春期呢 就杀人放火 这不符合事实 所以说那是烂片子 正常环境下的坏人 都是受了刺激才变坏的 接下来慢慢开始极端化性格 然后才变坏 所以 烂片咱们不算 说正常的片子 很多片子里的坏人 其实最初不是坏人 受了刺激 精神上其实就不正常了 之后性格越来越偏激 最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不择手段 企图摧毁阻挡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障碍 最后成了一个终极大坏蛋 就算最轻的也是有心理障碍 我好像是一般套路都是这样的 他 所以说在那个受了刺激 还没来得及性格偏激的人 进一步往坏人方向发展的之前要关起来 要跟我一样助援治疗 这让我有点哭笑不得 因为他赞同的态度 尤其这种话 从一个精神病人嘴里说出来 包括在关自己的问题上 也毫不留情 算是铁面无私了 他 虽然片子那种情况都合理 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坏人跑出来 要不惦记摧毁全世界啊 要不就是把英雄的女朋友抓起来 还不杀 也不脱他们衣服 就等着好人来救 这就没劲了 我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当坏人 你就脱了他们衣服 他严肃地看着我 你不要往发兵勾搭我 我刚才就这个问题还挣扎了好一会儿 我 对不起 他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其实坏人都很有天赋的 有时候我看片子就想 这么天才的计划 怎么就好人想不出来呢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好人了 我 有成果吗 他 当然 我发现 大多数好人 都是有着宽容的态度 就算再坏的人落在好人手里 也严肃地批评坏人一番 最后交送派出所 嗯 不对 反正是最后交送司法部门 这证明好人会克制 其实好人 就是正常人的一个楷模 我有意思 他 我觉得 如果一个坏人闷头干坏事 不抓好人的女朋友 好人也一定会出面管理 因为那代表了大众的价值观 而且坏人除了聪明 生活方面可能很白痴 不会煮面 也不会扫地 所以坏人获取钱财的方法 就是抢银行 谁让银行钱多呢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特想笑 但是强行忍住了 我猜当时自己的表情 一定很怪异 他丝毫没察觉我的情绪 问题就出来了 好人 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社会价值观 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呢 一个标准环境下的社会价值观 你要勤奋工作 才能融入社会 做社会的一分子 成为社会的一个组成个体 好好工作 孝敬父母 娶妻生子 最后安享天年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需要大量这样的人 如果都不这样 社会就不存在了 就成黑社会了 不过 我很想知道 大家真的都是这样 安于现状吗 我觉得不是 但是又都没有特别聪明的脑袋 所以只好先这样过了 而且 没聪明脑袋的人是绝大多数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 不聪明的人才是社会的真正组成者 个别有那么一点聪明又不够坏的人 只好安于现状 因为真正主导这个社会的 是不聪明的人 不管你怎么样 都不许出头 都按下去 老老实实按照一个模式走出来 你想出头 不可能的 你周围都是不聪明人组成的团体 怎么会让一个有点聪明的人发挥呢 其实 这才是一个根本性的要点 我笑不出来了 觉得他还有更深的东西要表达 他 问题就在于 有一部分很聪明的人发现了这点 但是又没别的办法 只好当坏人了 因为最快的获取方式不是成功 而是掠夺 如果你读的世界是足够 你就会明白 欧美的强大 依靠的不是文明或者宗教 是掠夺 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都是这样的 比方说他们治病吧 怎么治 把病毒也好 细菌也好 杀死在体内 杀不死 那个人就死了呗 他们会说 神不放开这个人 但是你研究下中医 你会发现 中医讲究的是诱导 把病灶排到体外 而不是杀死在体内 我犹豫了一下 是这样的吗 他 我说的都是事实吗 你自己去看世界史啊 不是我胡说 而且我说到这里 只是说掠夺 不是说我原来的话题 我 好吧 你接着说 他 我们刚才说 坏人掠夺是吧 我 对 他 其实坏人掠夺也是没办法 因为社会的结构不认可 为什么不认可呢 因为社会的主体结构都是普通人 那么普通人是什么状态呢 普通人都是胶囊状态 我 嗯 胶囊状态 他 对呀 都是胶囊状态 大家挤在一起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 我 你指的是生活在城市吗 他 不是 我指的是状态 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 所以生活在一起才是安全的 也就暗于现状了 大家生活在城市里 其实都是一个模式的生活 大家一起交游 购物 一起结婚 生孩子 一起过年 过节 一起忙八卦 忙娱乐 总之 干什么都是一窝蜂似的 如果有人不这么干 大家就会说 这个人比较奇怪哦 不合群 不做大家都做的事情 我 实际上 如果大家都做特别的事情 那么特别的事情 也不算特别了呀 也成一窝蜂的状态了呀 他 不 你没明白 我指的不是非得去什么地方 或者做什么事情 而是一种思维状态 我 对不起 我必须打断你一下 你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社会学里面 有提到过吧 社会的结构 在于延续和稳定 在同等一个规则下 既要学会遵守这个规则 还要在规则中胜出 这个才是精英的标准 如果没有控制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 聪明的人自由折腾 凌驾于规则之上 那不成立种变相的 封建门法 氏族制度了 他 你说的都对 但是你太着急了 我这要说的你都说了 所以这个 也是不符合 整体发展需求的 我们的目的 不是选出聪明的活下来 而是批量的活下来 产品制造的目的 不是造出几个 极其完美的成品 而是批量化生产出 也许有那么一点 瑕疵的产品 这样才能促成 规模化市场 对吧 老实讲 我觉得他的表达方式 比我的表达方式有趣 他 就像你说的 在规则中 胜出才是重要的 所以 胶囊状态是必须的 胶囊的外皮是什么 规则 里面呢 是各种各样的 个体颗粒 需要怎么安排 就怎么安排 因为这样才有效 单单是一个颗粒 要效很强 其实意义不大 我再说一遍 这也就是 我这种思想 时不时极端的人 要被关起来的原因 因为我的存在 扰乱了社会的安定性 就算我很聪明 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他 你笑什么呀 我真的聪明 我是门萨 一的会员 我的确笑不出了 你是说 你是门萨 俱乐部会员 他 不信你去我家里 问我哥 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 轻松过了 他们的考试 家里有证明文件 和会员证 我住院不可能带着那个 我惊讶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 不过 智商高不代表成功 还有靠救济的门萨会员呢 还有囚犯呢 我们接着说 虽然他说的还有待证实 但是的确把我镇住了 他 说到规则了吧 我 对 他 你玩过象棋吧 还有扑克牌 那些游戏的乐趣 就在于规则 各种不同的组合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 能有千遍万化的结果 而且很多事情微妙到 没办法形容 国际象棋起源于印度 我不熟悉那个最初的应用 所以不说那个 说中国象棋 中国象棋最初的目的是 战争推演 其实就是古代的实战沙盘 每种不同的棋子 代表的是一种兵种 而且还包括军队性质 象棋里的军 我费了好大劲才查到 代表是精锐军 那个部队是最好用的 但不是轻易用的 虽然直来直去 但想操控自如 可不是一般棋手能做到的 不过象棋只是打仗而已 不是最精妙的 我 那什么是最精妙的 他 最精妙是围棋 我 为什么 他 围棋代表的是真正的智慧 围棋可以说是社会的浓缩 我不能理解围棋是怎么发明的 所以民间对于围棋的起源 有很大的传说性质 你想象一下 各十九条平行线交叉 三百六十一个点 黑白一共三百六十个棋子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完全依靠操纵者的智慧 或者落手绵绵 或者落手铿锵 或者匪夷所思 或者杀生四起 你以为天下在握的时候 突然四面楚歌 生死难捕啊 这是什么 不就是社会吗 依靠的是什么 一个规则 一个简单的规则 其子呢 就是人 大家都是一样的状态 但是落点决定了 你的与众不同 而且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 这就是社会啊 我一直坚信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辉煌 都是普通人创造的 而不是那些天才 不是那些聪明人 我有道理是有道理 但是好像你在说宿命论 落点不是取决于自己 而是取决于操纵的那只手 它才不是呢 每一个棋子 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 有自己特定的功能 少了一个 会出很大的问题 少了一个甚至全盘皆输 你作为一个棋子 要真正看清自己的位置 你才会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 也就是所谓全局 我再说一遍 我坚信所有的历史 所有的辉煌 绝对不是聪明人创造出来的 都是普通人创造出来的 而聪明人需要做的 只是看清问题所在 顺应一个潮流罢了 实际上 那个聪明人即使不存在 也会有其他聪明人取代 但是那些普通人 是绝对无法取代的 我明白他了 他就拿我来说 我智商高 我聪明 有什么用呢 我对于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问题很迷茫 所以我对于一些事情的 看法很极端 虽然医生说我快好了 说我快出院了 可我明白 需要很大的努力 才能适应一些问题 需要很大的努力 才能面对一些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曾经对于自己的智商 洋洋自得 甚至目空一切 我失去了我 作为一个棋子的位置 如果我是超人 能不吃不喝 那也就无所谓了 至少我有资本得意 可实际上 我还是站在地上 还是在看着天空 我被自己的聪明耽误了而已 聪明对我来说 是个累赘了 因为聪明不聪明 其实不是第一位重要的 第一位重要的是 自己要能够承担自己的聪明和才华 否则都是一纸空谈 也就是所以 我现在在精神病院 我看着他 真的有点分不清 谁不正常了 说来很可笑 当时老师将我没听明白的事 被一个精神病人给我讲透彻了 我只关于社会学的某些问题 后来我特地去患者家属那里 确认了一下 他的确是门萨俱乐部成员 过了几个月 听说这位患者出院了 我想了想 没再去打扰他 虽然我很想再跟他多接触 不过 我买了副围棋 虽然我不会下围棋 偶尔看着那些棋子 我会拿起一颗 放在衣兜里 当然 对我来说 那不仅仅是 放在衣兜里的一枚棋子 星号星号星号 一 门萨 曼萨 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的名称 1946年成立于英国牛津 创始人是贝里尔 律师和维尔 科学家 入会的唯一标准是 智商 IQ高于148 另一说为 IQ高于140 更具体的我记不清 有兴趣的朋友 在网上应该能查到 曼萨拉丁语原译为 桌子圆桌 谁是谁 他探头探脑地 不是形容 是真的 看了我好一阵后说 你是谁 我告诉他 我的姓名和身份 他 你确定 我 呃 我确定 他又探头探脑地 看了我一会儿 你怎么就能确定 你是你 我刚要开口 却突然意识到 这个问题本身 其实应该就是 他的问题所在 于是我放弃了解释 是反问 难道你不是你吗 他咽了一下口水 严格意义上讲 我不确定我是谁 我 为什么 他 因为 新陈代谢 我 新陈代谢 什么意思 我没懂 他低下头 抠着指甲 似乎有点犹豫 该不该说 我耐心挡着 他抬起头 又鬼鬼祟祟地 看了我一会儿 旧的细胞会死 新的细胞取代了他们 我尽可能 不用质疑的态度 所以 他有点不耐烦了 这不明白着吗 细胞都换了 我们就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我 哦 我知道了 好像听说过这个说法 七年全身细胞都换掉了 他 那是胡说八道 全身细胞 基本全换一轮 需要十几二十年 我 可是换掉的 还是我们的细胞啊 他 你真是死心眼 什么叫我们的细胞啊 换掉了就是换掉了 我 可那不是旧的细胞分裂出来的吗 他 你的小孩就等于是你吗 我 当然不是 但那属于意识问题吧 他冷笑一声 意识 你以为意识就是可靠的吗 我们全身细胞十几二十年 基本全部换掉 那时候你差不多就是一个全新的你了 可以说是换了一个人 但唯一不会更换掉的就是神经细胞 就是这个承载着你的意识 可你想象一下 所有细胞全都换成新的了 有些甚至换了许多代 而帮助你感受和认知的 不就是那些新的细胞吗 你的神经细胞不会受影响 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意识 不可能吧 我们换个生活环境 还会多少有些改变呢 更何况整个身体都换了一个 你以为你是你 其实你早就不是你了 行行吧 你只是自以为还是自己罢了 我愣了一下 他说的很有道理 只是似乎有点什么不对劲 我 嗯 你说的没错 不过 我们的意识本身 我觉得是由记忆来串联的 所以 嗯 所以 记忆并不可靠 他不耐烦地摆摆手 打断我的坑坑唧唧 记忆是什么 就是一连串曾经经历过的画面而已 它们串在一起 就形成了我们的记忆 但是我们对记忆总是会有些扭曲 随着时间推移 扭曲得越来越厉害 因为记忆是受到当时的环境所局限的 比方说你小时候去过一个院子 你会认为那个院子的很多物体都是高大的 但当你成年后再去 你会发现那个院子里的物体并没想象中那么高大 为什么 我 嗯 因为我长高了 他打了个非常下的箱子 没错 但是假如你不再回到那个院子 记忆就不会被刷新 存在你记忆中的印象 还是会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高大 对不对 记忆是可靠的吗 意识可是依托在记忆之上的 意识是可靠的吗 我的确 他 所以你说的意识并不可信 其实你早就不是你了 你以为你还是你 我们其实依赖环境活着 你的名字 家人 朋友 你熟悉的一切 这些都让你认为你就是你 但仔细想想 你就会明白 其实你早就不是你了 人就是这样 依靠着记忆而活着 否则一切分崩离析 可是我想了好一阵 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个论点 他 你的细胞换了 而唯一不会换掉的神经细胞 却依靠着其他换掉的细胞来认知 这种情况下 你居然还谈什么意识 意识只是自我安慰的一个借口罢了 意识是虚无的 甚至只是一种无聊的反馈 就这么简单 我 嗯 那 自己不是自己了 又是谁呢 他 我不知道 但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多多少少有一点答案 我 能告诉我吗 他继续低下头扣着指甲 我觉得 都混杂在一起了 我 什么 我没懂 他 我们的身体已经换了 我们的意识 只能靠记忆支撑着 但记忆本身 又是因为环境和周围的人 才有存在的价值 如果没有这些 记忆和因记忆产生的意识 也变得毫无意义 意识从本质上讲 就是在依赖环境 依赖其他人 所以 其实你并不是你 我并不是我 而我们才是我 我们才是你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共同体吗 但是还有个人意志存在呀 他越发的不耐烦 不对 你怎么还没想明白 我们 也就算是某种细胞而已 我们构成的整体 也无非是别的什么东西的一部分 甚至别的东西的细胞 万物都是这么一点点堆砌起来的 我 你让我想起某种哲学观点来了 他再次不懈地挥挥手 哲学也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形式罢了 让我们觉得 我们是在思考 其实哲学什么都不是 只是在体会经验之上的某种总结 我 我听懂了 但是既然知道答案了 你为什么还要对此不安呢 听说你有时候会用头撞墙 他停住动作 呆呆地盯着地面 我 你 还好吧 你撞墙的时候 喊的是什么 他们说 听不清 他 没什么 我不想说 他 说了你会笑的 我 通常来说 我不会那样 不过假如你觉得 他突然打断我 我想知道我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我 嗯 你指 自己的价值 还是泛指活着本身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是知道我 早就不是我了 每个细胞都有存在的意义 肝脏细胞负责分解 分泌 红细胞负责运输氧气 白细胞巨石细胞负责防御 神经细胞负责传递信息 每一种存在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负责什么 我不清楚我是什么 说着 他慢慢蹲到地上缩成一团 我被称作人 但就是这样 没有了 我不明白 我到底是什么作用呢 我存在的价值呢 我是谁 你是谁 我们是谁 他们是谁 我知道他快发病了 默默起身退了出去 几天后 我和教哲学的朋友 说起了这件事 问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挠了半天头 告诉我是这个人想太多 而且较真了 我问 那他说的对吗 你觉得 朋友 对是对 不过 这个问题 不是人能想明白的 我 怎么解释这句话 朋友 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 这种问题是 必须超越出去 才能理解的 我有例如吗 朋友 例如 这么说吧 假如你是三维的生物 那你不但无法理解 四维生物 你也同样无法理解 自己三维生物 就是说 你可以向下去理解 什么一维啊二维啊 都没问题 你都能明白 而一旦面对评级 你就会因自身的局限性 没法看懂了 因为你的看 本身就带了三维的特性去看 这个去看本身 是无法排除出去的 所以 无论你怎么看都看不完整 也就无法看懂 我这么说你听懂了吗 我 飞快地就听懂了 所谓 只原身在此山中 是这个意思吧 除非跳出来看 朋友笑了 好吧 能听懂就证明 你也病得不轻 不过这个 只原身在此山中 是很难跳出来的 我想不出 怎么才能彻底 舍弃自己的身份 和一切去看自己 或者说 看这个说法 已经不恰当了 应该按照更高一层的 嗯 等等 我不解地看着它 怎么了 朋友 我突然理解 道家学说中的 无是什么含义了 我 不是吧 你这是要生鲜了吗 朋友 别闹 我说的是真的 我知道 我听懂了 朋友 瞇着眼想了想 我能见他吗 我 谁 朋友 那个患者 我 不 我指的是 他是谁 朋友愣了一下后笑了 明白了 不需要了 灵魂深处 我 你好 他 终于 终于见到你了 我 什么 他笑出了声 小有名气呀 你 我 我 糊涂了 什么意思 他不是患者 他是精神科医师 或者说 曾经的精神科医师 某天一个朋友告诉我 一个精神科医师想见你 我没想太多就答应了 因为很多病例 都是通过朋友的途径知道的 不过眼前的这个人 并不是提供病例给我的 他有别的目的 他 我听说你的事了 四处找精神病人和心理障碍者聊天 还煞有介事地做笔记和录音 没错吧 我挠了挠头 嗯 没错 是这样的 你不是要提供病例给我 他 我不做这颗医生已经好几年了 我 为什么 他 我发现自己出了点问题 我 什么样的问题 他 患者们说的那些世界观和看法 我不但能理解 还是深刻的理解 并且对有的还很认同 所以 我开始找自己的问题 嗯 本来是我问你的 怎么改成你问我了 你这个人 说话太厉害了 不知不觉把人带进来了 我笑了下 要不我们互相问吧 一会儿你可以问我 我保证什么都说 不帮着 他看了我一会儿 好吧 我相信你 你刚才问到哪了 我 你发现自己出了点小问题 于是就怎么样了 他 嗯 对 问题 当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 我开始找自己的问题 没多久 我就明白 不是我被患者们感染或者通话 而是我有那种潜质 我 你不是想说 自己有精神病人的潜质吧 他 这个 这么说吧 精神病人 心理障碍者 都是一种极端化的表现 你不能说 他们有病就不聪明 他们往往聪明 不但聪明 还是超出了你的理解能力的那种聪明 而且我通过工作接触 知道很多精神病人 都是那种死心眼的类型 虽然很聪明 我打断他 但是他们的聪明 不代表别人能接受 并且不被接受的时候 很多患者就想不开 他笑了 嗯 是那样的 很多精神病人 在发病前都是好好的 但是一下子想起什么后 就从一个极端 划到另一个极端去了 一分钟前 还在高高兴兴地看电视 一分钟后 不看了 难过地蹲在角落窟 当你过去问为什么的时候 要不就是得到一个奇怪的答案 要不就是被拒绝 而且 你接触了这么多患者 一定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秘密 我 什么秘密 给个提示吧 他 那个秘密是一种矛盾 我 哦 我知道了 是有那么个秘密 不过非精神病人也有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微笑着等着他笑完 他 你太狡猾了 但是你说的没错 是我来说 还是你来说 我想了几秒钟 也就几秒钟 你说的那个矛盾 是一种孤独感 虽然为此痛苦不堪 但是又尽力维护着那种孤独感 经常是处在一种挣扎状态 既希望别人关注 关心自己 又不知道该怎么去接触和回应别人 于是干脆直接抗拒 可是骨子里又是那么的渴望被了解 渴望被理解 渴望被关注 这次轮到他打断我 哪怕会后悔 也是继续坚持着去抗拒 而且矛盾到嘴里说出来的 和心理想的完全相反 我突然有一种找到同类的感觉 那是我曾经期待过的 但是从未得到过 大多数时候 我甚至觉得找到一个同类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因为有些东西太深 还是自己藏起来的 没人能触及 他看我愣神 就对着我晃了下手 琢磨什么呢 害怕了 我 不 不是害怕 而是脑子有点乱了 他 让我继续说下去吧 替你 不 应该是替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点了点头 他 那种挣扎完全可以不必要的 而且事后 自己也会想 这不是自找的吗 这不是无病身瘾 吃饱了撑的吗 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敞开心扉呢 我摇头 他 嗯 我记得一个患者说过 我不屑于跟别人说 你也是那样吧 我态度很认真 你是说 我也有精神病 或者心理障碍 他 你找那些精神病人 和我最初选这个专业 都是一样的动机 寂寞 我依旧看着他 他 那也就是 我自己的问题所在 有些东西在心里 不是不说 而是不能说 我试过太多次 说给别人听 得到的评价是 你想那么多干嘛 你有病吧 你最近怎么了 你老老实实挣钱 别想些没用的东西 你疯了吗 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吗 你喝醉了 太多太多次的打击了 我 于是你放弃了敞开大门 关上了 他 还上了锁 我有转折吧 他叹了口气 有 当我接触一些患者的时候 我发现 面对的其实就是自己 我相信你也经常有那种感觉 我 对 不仅仅是同类的感觉 加上一部分患者的知识太渊博 逻辑性太完美 信念太坚定 我甚至经常想 我其实是一个不具备渊博知识 没拥有完美逻辑 信念又不坚定的精神病人 他笑了 我 你不是因为害怕 才转专业了吧 他 不是 没有任何理由 你现在 就是我还做精神病科医师那会儿的状态 用不了多久 你就会明白的 什么叫不需要理由 我 也许吧 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找我 他 当我听说你的时候 听说你做的那些事的时候 我忍不住心里一动 我 触及你了 他 你所做的那些 触及我的灵魂 我 你还会转行回来吗 他 我不知道 没想过这些 但是感觉可能性很小了 我 啊 那个 以后 我有可能还会需要你的帮助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 我 不行 他摇头 不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不需要我的帮助 在我听说你的时候 我也听说了别人对你的担心 担心你会出问题 担心你本来具有的一些东西被放大了 担心你走的是没有回程的路 最初见到你的时候 我也有那么一点担心 不过现在没事了 因为你明白了 你也踏实了 是这样的吧 我 你也触及了我的灵魂深处 他靠回到椅背上 意味深长地笑了 过了些日子 介绍我和他认识的朋友问我 在我到之前 你们都聊什么了 就看你们俩神神秘秘地笑了 你不会有歪想法吧 他老公可是警察 我笑过后告诉朋友 不能说是隐私 当朋友惊讶地透露他 也是这么说的时候 我笑得更开心了 不过我还是认真的感谢了这位朋友 因为从那以后 我踏实了很多 我也不会忘记他曾告诉我的 只有当你认真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才会认识到自己的灵魂 那么在灵魂的深处有些什么 伴随着月亮 当坐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才留意到他眼神里的警觉 我怎么 他 没怎么 我有什么不对劲吗 他 有点 我 哪儿不对劲了 他 你喜欢夜里出门吗 我低头确认了下患者的病例 很奇怪的分类和病例现象 恐惧夜晚 但不是恐惧所有的夜晚 我 基本不出门 不过有时候有事就没准了 他仔细地打量着我 你应该不是那种夜里出门的 能看得出来 最近一次是一个多月前吧 我愣了一下 是 你怎么知道的 他摇头 不清楚 就是知道 我 你为什么怕夜晚 这回轮到他惊讶了 你也看得出来 我 呃 看什么看出来 他表情很失望 皱着眉不说话了 我 好像听说你很畏惧黑夜 他迟疑着 如果 你看不到的话 我说了也没用 还是跟原来一样 我猜那个原来是只为他诊断的遗失 我 我可以尽力试试看 不过 先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了 他依旧迟疑着 嗯 那个 没有月亮的时候还好 有了月亮的话 会有怪物 我决定耍个花招 什么样的怪物 狼人 这样吧 如果你现在不想说 没关系 我们说点别的 等下回你想说的时候 我们再说 行吗 他 嗯 其实能说 我忍着 等着 他咽了下口水 我知道很多人都看不到 我能看到 到了夜里 尤其是有月亮的夜里 很多人都变了 而且街上会有奇怪的东西出现 月亮越大 越远 人就变得越怪 而且怪东西也越多 满月的时候 基本满街都是怪东西和变成怪物的人 就算不在外面也一样 我 你是说 你的家人也变成了怪物 在满月的时候 他无声地点头 我 先不说人怎么变吧 满月的时候 外面都是些什么样的怪东西 从哪来的 他咽了下口水 凭空来的 我 突然就出现了 他 也不是突然 就是 慢慢地在空中凝聚出来 各种朦胧的形状 然后形状越来越是 最后变成怪东西 随着月亮升起 怪东西就开始凝聚 等到月亮升到一定高度 他们就基本成形了 半夜月亮最亮的时候 他们很嚣张地 四处乱跑乱叫 还掏人的脑子吃 我 什么 怎么掏 他 就是从人嘴里伸进去 嘴都被撑变形了 然后抓出一大块脑子 狼吞虎咽地塞到嘴里 然后再掏 我 那人不就死了吗 所有的怪物都是这样吗 他 不知道为什么不会死 但是很多人嘴角挂着血和碎块状的脑子 还在跟别人说话 看着很恐怖 大部分怪东西是那样 还有一些怪东西四处逛 看到有站在街上的人 就过去凑近和那人面对面 盯着对方的眼睛看 看一会儿就凝笑着跑开 好像还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他说的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我 你不是说 人也变成怪物了吗 他 不是所有的人都变了 而且 好像还有一部分人 虽然变成了怪物 但是他们也看不到 凭空来的那些怪东西 我 怪东西 或者那些变成怪物的人 有伤害过你吗 他 目前没有 我总觉得 他们好像有点怕我 但是也在准备掏我的脑子吃 他们现在力量不够 都在积蓄 我 变成怪物的人 是怎么变的 他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了一下身体 嗯 很吓人 月光照到的部位先变 一下子膨胀了 似的肿起来 慢慢的半张脸变成了怪物 月亮没照到的半张脸还是人脸 后来别的部位也扭曲了 最后 身体变得很肿 很大 那时候就变成一种很特别的东西 说不好 不是人形 也不是动物形状 看不出来 只知道是怪物 我 你怎么知道别人都看不见的 他在填嘴唇 我在第一次看到怪物掏出人脑子的时候 吐了 但是周围的人都没反应 我就明白别人看不到了 我 但是你在家里锁上门 还要锁在窗户底下 为什么 他显得越发的不安了 最初还好 有次我站在窗前想看他外面 一下子 好像所有的怪物都发现我了 外面立刻安静了 所有的怪东西和怪物都在盯着我看 有些还焦头接耳地说什么 那个声音又尖又细 特别刺耳 我吓坏了 赶紧蹲下来 那些怪东西和怪物就知道我了 有些时候 他们会整夜地蹲在我家窗台外找我 我 你家住在几层 是住楼房吧 他 十二层 我 那他们就在你窗外 他 嗯 还拼命扎着后背 像是吸收月光的样子 我知道 他们在积蓄力量 我 你的家人呢 他 月亮最远的时候 他们也会变 所以我锁上门 把柜子挪过去顶住 我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看到有怪东西出现 还有人会变 他严肃地看着我 我并没跟医生说 其实很早就能看到了 大约是四年前 有一天我跟同事吃饭 在回家的路上 我抬头看了一眼月亮 很圆 突然就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周围是很诡异的气氛 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 有时候平白无故的 突然觉得很恐怖 甚至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有没有过 那会儿我还看不出怪物来 但是我发现在月光下 很多人的眼神都变了 变得很贪婪 而且是血 那时候我就觉得 虽然是人形 但不是人 后来慢慢地 我能看到凭空来的怪东西 也就明白 为什么会突然感到恐惧了 总之 月光 绝对不是反射太阳光 那么简单 一定带着一种奇怪的射线 照到的地方 人都变成怪物 老实说 这位患者所讲的 对我没什么触动 因为我听过 比这更稀奇古怪的 不过大约几个月后 无意中查到一个科学观点 因为人体组成的 60%至70%是水 所以月球银利 也能像引起海洋潮汐那样 对人体中的液体发生作用 这种现象叫生物潮 而且在满月时 月球磁场会更多地影响 人体细胞 刺激人的精神活动 也就是说 满月对人的行为 确实有影响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是月亮影响了大家 能被患者看到呢 还是月亮对于患者来说 影响过大 让患者以为自己看到了怪物呢 我猜这个问题 没人会知道 刹那 它 对 所以我经常蹲在超市的玻璃器 敏或价钱几个小时 就为了挑玻璃制品 没办法 一直不住地喜欢 虽然家里有足够多的各种玻璃杯 玻璃盘子 玻璃碗 玻璃瓶 但我每次在超市看到玻璃制品 还是忍不住去挑几件 我 你家里储存了多少玻璃制品 它 上百件肯定有了 但是我不会刻意去找那种所谓纯手工的 或者有艺术价值的 在我看来 那反而没任何价值 因为我要的是批量生产出的精品 那种偶然性的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你知道好的玻璃制品怎么鉴别出来吗 我 不知道 是透光看吗 它摇头 不 终极的鉴定方法是在一米左右高度 让手里那件玻璃制品自由落体 我 那不就摔碎了吗 它点头 没错 就是这样才能鉴定 如果摔个粉碎 就证明这件玻璃制品不好 没顺着纹路制作 好的玻璃制品摔在地上 会碎成几大块 而不是一地碎片 有些玻璃杯或者玻璃碗 就能摔成两半 仅仅两半 再也没有多余的碎片 我 可这种鉴定没有意义啊 因为已经被毁了呀 它 当然有用 通过这种证实 我对此的鉴别能力就越来越强 你明白了 这样我不用打坏它 就能知道这件玻璃制品好不好 我的乐趣 是从那种 谁也不会在意的批量产品中 找出极品 我点了点头 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不过 我想知道 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它愣了一会儿 脸色突然沉了下来 那个过程 能让我忘记很多别的事情 别的什么事情 例如 我试探性地问 我大约花了半个小时 听她讲述 如何鉴定玻璃制品的好坏 从外形到透光 从手感到触觉 因为说起这个 她才是滔滔不绝的状态 假如不说这些 她会完全像是变了个人 沉默寡言 并且心事重重 她目光暗淡地 吹着头盯着桌面 脸上隐隐 透出一丝恐慌 我 是不好的事情吗 她 有过似曾相识的时候吗 我 似曾相识 什么似曾相识 她 就是某个场景 仿佛经历过 很熟悉 但是你可以确定 是第一次来到某地 或经历某个场景 我 哦 那有过 她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前不久 我恰好看到一种解释 说这种现象是 大脑记忆区 或者别的什么区域 造成的假象 不过这个观点 未被证实过 只是一个推断而非结论 所以飞快地考虑了一下后 我还是决定不说 我 不知道 她下定决心般地 深吸了一口气 之所以会有那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是因为我们的确经历过 我 啊 她 我是说真的经历过 才有那种感觉出现 我 听懂了 但我不是很理解 你说的真的经历过 她 的确是经历过 我 呃 你是说实际上是忘记了吗 可是我记得有次看电影 是个新片 而且我确定自己之前 肯定没看过 也没看过任何宣传片 或者介绍等 但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 有个画面 我真的有什么时候 见过的感觉 就是你说的似曾相识 而且我还知道 下一秒是什么剧情 不过更往后就不知道了 也就是说 只是一个瞬间 还有 不仅仅是电影的剧情和画面 还包括我对当时 电影院环境的印象 这些都是 曾经有过的感觉 她点点头 我能理解 但我指的不是你忘记了 而是别的 我能 例如 她 人死前 都会把自己的一生 重新经历一遍 对吧 我 听说过 她 如果现在就是呢 我 能 你是说 她 所以我刚才问你 你有没有过 似曾相识的时候 我愣住了 她 是的 现在就是 我被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可是 不对吧 从时间上看也不对吧 她 如果你置身其中 是无法正确 认知到时间流的 不过从感觉上 依然能感觉到 时间的不稳定性 我 我不是太明白 我指时间不稳定性 这个说法 她 你有没有时间越过越快的感觉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好像有 她 你应该有那种感觉吧 小时候时间似乎很慢 非常慢 但越大时间过得越快 是这样吧 我 对 不过 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你说的是死前回缩那种 嗯 毕竟只是一刹那 怎么可能会是现在这种当下的感受呢 她绝望地摇摇头 在回溯的幻觉中 时间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自己一生的体会 回溯结束的时候 就会回到现实 死亡 我 可是 她 没有可是 实际就是这样的 第一 你似曾相识的感觉是真实的 而不是错觉 因为你自己刚才都承认了 不仅仅是熟悉 甚至还能预知到 下一秒即将发生什么 就是说 你真的经历过 而不是一时的混乱 第二 时间留的不稳定性 时间只是相对的一个概念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过去只是一瞬间 但是你的确都经历过 只有当下是最漫长的 因此我说 很有可能 我们现在都身处在死亡回溯中 哪个差呢 我 话是这么说 不过有个悖论存在 她 什么悖论 我 许多人都有过似曾相识的感受 而且很多人都有时间留步稳定的感受